好 現在台灣的大選不到20天了 而我們來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近其實他也談到了台灣的問題 而另外國台辦則是連番的抨擊 說美國簽署的國防授權法案 說這是毀台法案 真正的介入了台灣的選舉 毛澤東130歲名誕當天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紀念座談會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言談到兩岸問題時重申 堅持一中原則和九二共事 祖國必須統一 也必然統一 要堅持貫徹新世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堅決防止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面對現今兩岸官方互動降到冰點 台灣大選又進入倒數 兩岸緊張關係會不會擦槍走火 進而掀起台海戰爭 成為國際關注重點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日前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說到他當總統兩岸發生戰爭的風險最低 因為他的路線最正確 對於這樣的說法 國台辦作出回應 賴清德作為民進黨單局的同面人物 自許台獨工作者 卻說自己單選風險最低 你們信嗎 台灣民眾會先信嗎 我看連他自己都不會先信 除了痛批民進黨 國台辦也指責美國 涉及擴大美台軍事合作 為台灣軍隊建立全面培訓計畫的國防授權法案 才是介入台灣大選 敦促美方 確實恪守 在台灣問題上 對中方所做的嚴肅政治承諾 立即停止補裝台灣 停止毀台 害台行徑 停止介入台灣地區選舉 在兩岸經貿互動方面 大陸日前已經終止台灣12項石化產品的ECFA關稅減讓 洛委會對此表示 是政治操作目的是戒選 國台辦則揚言 如果民進黨堅持台獨立場 將支持有關部門採取進一步措施 TVBS新聞程序一 林敏珍 北京採訪報導 好 不知道大家喜歡去KTV嗎 如果喜歡去KTV 可能是不是表示我們有一些年紀了呢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呢80後90後的人長大了 KTV現在在大陸可以說是 視為了越來越少的店了 那現在比起去KTV呢 年輕人更喜歡做什麼 他們喜歡看直播刷短影音 甚至打遊戲來消磨時間 甚至線下的社交娛樂也可以玩桌遊 劇本殺根 密失逃脫等等的 這一些呢都大大的分流了 KTV的目標消費群 你還去KTV唱歌嗎 北京的年輕人怎麼回答 現在就是可能去夜店酒吧 會好玩一點 熱鬧一點 密室逃脫 劇本殺 現在年輕人都比較喜歡 因為比較刺激 比較好玩 曾幾何時 風靡一時的KTV不再被年輕人寵愛 當市場興盛時 可是吸引了大批資本湧入呢 KTV除了他的社交屬性被互聯網取代之外 我覺得如果從音樂角度上來說 那他的草根化和平民化的這件事情 也被互聯網這件事情給取代了 根據大陸一家愛氣茶的資料 大陸KTV從近6萬8千家 剩下了26917家 大部分處於登出或者是解散狀態 存活率約40% 再看另一組數據 大陸天眼查資料 卡拉OK過去有9萬家 目前只剩下了17810家 存活率約20% 剩下都倒閉了 2014年大陸爆發了KTV版權問題 光一家KTV一年被追討了 8億人民幣的版權費 大量熱門歌曲被迫下架 加上了商鋪租金一漲再漲 關鍵是KTV漲不了價 還得面臨消假競爭 加上手機的分流 生活方式改變 線下的社交娛樂多元化 讓KTV不再被大陸年輕人喜愛 TVB新聞 陳世玉 林敏珍 北京報導 在大陸呢 代理孕母雖然是違法的 但市場依舊是非常的龐大 大陸是積極地深入地 來到了代理孕母的非法產業鏈 發現裡面其實很多年輕的女子呢 願意成為捐卵者 只是因為需求量很大 所以其實代運的業者 甚至還會依照女子的長相 身高甚至是學歷來標價販售 大陸記者在百度搜尋引擎 key上了代運兩個次 竟然就有代運公司打電話給他 他驚訝不已 一年一個公司的話 一千多年是一個公司 有 因為你每個月都在接待人 為了深入調查 他依照指示 從河北的石家莊 搭機到廣州 找到了從事地下代運的灰色產業鏈 包括民族都可以訂製 供卵者的身體檢查報告 代運機構還會拉一個VIP的服務群 隨時解答 確保沒有基因遺傳疾病 代運公司依照公卵者身材 長相 學歷 是否與買家見面等分等級 如果是當面捐卵 代運公司甚至可以讓捐卵者 留下了指甲或頭髮 後面還是生出來我們可以做那個 親子鑑定的一個比對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費用是在7萬 代運公司稱 在這個市場做了幾十年 北京 浙江 杭州 湖南 長沙 廣東的廣州 共開了四家分公司 因為需求龐大 20到25歲的年輕姑娘 她的一個是卵子的質量好 還有一個是數量多 業者稱兩年內包成功價格是400萬台幣 雙胞胎要加43萬台幣 由於生育壓力大加上不運人數增加 使得大陸的代運等非法輔助升值技術 始終有市場難以根絕 TVB的新聞 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萬里長城 光是蓋這個到底花了多少錢呢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喔 不過我們要先介紹中國觀察 我們邀請到資深特派記者陳向如來到現場 幫我們分析 向如綜好 欣欣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喔 我們剛剛有問到 大家知道萬里長城蓋起來要花多少錢嗎 現在中國大陸他們發布了一個超級工程研究 這個裡面他們就篩選了 古今中外大約有643項的工程 來分析像是萬里長城 其實他耗資了至少10萬多億的人民幣才蓋好 而這個超級工程研究呢 其實他們花了5年的時間 幾乎就是證明說 近代現代中國大陸是以工程立國的 這樣子的一個論調 那我們講到工程立國 我們還要再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現在全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在哪裡呢 就是在廣州的白雲站喔 我們來看到的這一張圖 它其實已經在12月26號 也就是昨天正式營運 而這個廣州的白雲站呢 它是亞洲最大車站樞紐綜合體之一喔 它是戰城融合 我們看它的外型看起來呢 就像是一朵盛開的木棉花 而且它也強調說 這一個車站它是智能化 數字化的建造技術 非常的科技化也很便利 旅客也可以很臨時的改遷 也有站內導航 那我們想要請教上如姐喔 這個白雲車站這麼大 全亞洲最大喔 它蓋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建造手法呢 沒有錯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個白 就是它所長的那個樣子啊 說實在的話 如果是像那種四四方方的建築物 通常都會比較好建 但如果呢 你長的是這種比較不規則的話呢 那麼它的建築物的話呢 就會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技術 那他們就號稱了 這一次的時候呢 廣州白雲站呢 它這個花瓣的造型喔 因為它的鋼結構量很大 然後呢它的接點很多 然後呢旋挑很遠 還要面臨的交叉作業喔 因為呢它其實還有的就是 路線施工的防護要求很高 以及呢 高空作業的風險很大 這一些困難點 那它會說呢 這是大陸第一個 就是使用大規模機器人 來進行施工的一個鐵路工程項目 好來看一下呢 它用了哪些機器人喔 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無軌道 全位子爬行焊接機器人 還有地面整平機器人 還有地面抹平機器人 地下室抹光機器人 等在內的18種的 智慧型的機器人喔 而且呢他們說呢 有一種號稱是 高個子的混凝土智慧 隨動布料機的進行 好它說呢 這個機器人的話呢 原本的時候 在這個操作面台上面 需要三個工人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機器人以後呢 它只需要一個工人呢 就可以完成喔 除此之外 例如像地面整平的機器人呢 它呢能夠達到了 也就是大陸國家級的 毫秒級的 也就是不分 就是沒有任何的這個差距 就可以把地面呢 整平的非常的好 那當然啦 剛剛所說的這一切呢 都是需要 網際網路的發達 大數據 還有人工智慧 以及移動通訊 雲計算 還有虛擬現實 這些技術 共同配合才可以 是沒錯 哇現在真的科技在進步 就像向武姐剛剛講的 本來要三個工人完成的 現在可能只要一個工人 然後搭配機器人 或者是一些科技化的技術 其實就可以完成了 這裡讓大家應該會有機會 就想要去這個廣州的白雲車站 來看看吧 如果有看到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 有機會可以來跟我們分享喔 那接下來來看到 我們知道台灣 先前冷氣團寒流才剛過 中國大陸在上週也非常冷 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雪 但這一週呢 他們氣味也慢慢的來回升了 不過他們現在就有氣象專家 就提醒了 明年可能會是中國更熱的一年 但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畢竟在今年呢 北京已經創下了1951年來 12月最長連續低溫的紀錄 而且在河南 也是1961年以來最冷的12月中旬 甚至在山東煙台還有威海 他們這裡暴雪積雪的深度 也破了歷史紀錄 這些很多都創下了非常多的紀錄 但是我們知道說 像剛剛講到 這個有專家就說 在這個明年呢 聖陰線上的關係 可能會讓極端氣候更加的頻繁 那我們講到極端氣候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感覺不太知道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就要來舉 上一次極端氣候聖陰現象 其實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 當時就造成長江中下油地區區域型的大洪水 而且當年也是到現在為止 全球溫度最暖的一年喔 那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今天今年這麼冷啊 明年如果真的是極端氣候 大陸有沒有可能出現哪一些災情 對大陸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嗯會喔 你知道嗎 像今年7月份的時候呢 入浮的時候 今年的浮天呢 可以說是大陸最長的達到了40天喔 那就顯示呢 高溫其實是避免不了的 在這種極端的惡劣天氣情況底下 好 那麼呢 極端惡劣的情況底下的話呢 跟你我比較息息相關的 應該講說的就是糧食的作物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那就是呢 我們先來看 那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的話呢 是一個很熱的天氣的話 那你會造成的是農作物品質的下降 再來的話呢 就是作物減產 甚至呢是什麼 絕收的情況喔 在今年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因為天氣呢 太過於熱的情況底下的話呢 就有地方他們的稻米產量呢 就會減少 而且呢 主要是那個稻 它在生長的時候呢 如果溫度太高的話呢 它的結穗率呢 就會下降喔 很多都屬於空包蛋 再來一個呢 那就是 欸 乾旱 因為有的時候也會造成的鮑魚 因為畢竟是極端天氣嘛 那暴雨的話 你產生的洪水 第一 你會沖走的土壤 土壤上面的作物呢 當然沒有辦法倖免於難 還有你會破壞了農業的設施喔 例如灌溉系統還有農舍 那麼再來還有什麼呢 好 再來的話呢 那就是天氣太熱 會造成的乾旱 好 太熱跟乾旱 這就是兩種情況喔 那乾旱的話呢 你會造成的土壤乾旱跟缺水 那當然一樣也會影響到的 你的稻米的作物的生長 還有發育喔 好那就像現在的時候呢 又加上天氣極寒 那農作物一樣會凍傷 然後呢也會有死亡 一樣農作物的那個設施的破壞 也是會非常嚴重 更何況我剛剛所說的這些 還沒有包含颱風颶風還有雙凍呢 的確喔 這個如果又加上 原本就有的颱風颶風 還有這個下雪 如果又加上極端氣候的乾旱 真的對於這個農作物影響 會還蠻大的 像很多觀眾朋友也都聽到說 明年會更熱都覺得很崩潰喔 那當然了還是希望這個 大家環跑一點 也許這個聲音現象全球暖化 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 比較沒有這麼頻繁 好那我們也非常謝謝 向如姐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幫我們分析 謝謝向如姐 謝謝心意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 我們剛剛講到 最近中國大陸天氣 慢慢的回升囉 所以就在大陸南方 他們原本有在高架橋上呢 有一些冰錐就融化 那墜落就砸到了路過的車輛 一根捷洞的冰錐從天而降 砸在擋風玻璃上 駕駛被嚇了一跳 由於力道不小 硬勤該擦傷 已經請保險處理 近期大陸氣溫回暖 之前高掛在高架橋上的 捷洞冰錐開始融化 當地政府紛紛提醒 路過的駕駛注意 另外一起融冰危險 則發生在浙江溫中 一處無人維護的景區 遊客闖入後 掉入了冰部內 之前這處廢棄景區 樹立了警告牌 事後將圍起來 避免遊客再誤闖 而寒潮來襲 大海化身為冰雕屍 只見荷葉般的浮冰 隨著海水起起伏伏 精巧別置 在寒冷的環境下 海水中的水分 會凝結成冰 形成如夢似幻的 冰海奇觀 隆冬時節的奇景 還發生在新疆伊犁 一處大峽谷的玉湖 出現了冰炮奇觀 冰炮是因為氣溫下降 冰封速度過快 湖底斧子質 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 釋放出了甲烷等大量氣體 在上升的過程中 被鎖在的冰層之中 所形成的 而前唐江出海口 則出現了潮汐樹的景觀 它是潮間帶地貌中的 一種奇特現象 近期大陸北方氣溫波動回升 南方則持續升溫 TVBS新聞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